大白天警车赶到前前小路 停在路旁 没想到下一秒 前方凶旅车突然踩油门 冲撞警车 吓得远警赶紧下车 但这还没结束 车内驾驶像是抓狂般 车子持续撞 甚至把警车推下路旁的水沟 自己却企图逃逸 好几名远警 立刻冲上前拦住对方车辆 但驾驶人不肯下车 远警只好拿警棍 猛力敲击车窗 才把人逮捕 凶旅车车窗破裂 车身板筋凹陷 警车也被撞凹 十八号清晨六点多 五十三岁无姓男子 开车到南投市 千秋里的田街小路 打一一零报警 自称情绪不稳 远警赶到现场 却无故遭对方开车撞击 驾驶还一路蛇行 波及到路旁的两辆车 过程中造成两名远警 手指受伤 所惜没大碍 警方依妨害公务 不伤害罪等罪嫌送办 男子得替自己危险的行径付出代价 记者曾伟乡 杨森王百英 南投市方报导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 微酸性电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 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享有折扣优惠 时间ス昶 者长期青 去线 天磅 湿 прич